哈喽大家好,我是磊哥 黑鼠在动眼所又被削弱了 上期视频我们说到黑鼠做12秒的飞滴 降到了12秒的飞滴 今天就修复了这个bug 现在这个技能要18秒 现在给大家推荐一套黑鼠的知识卡 如果你有胃压的话 最后一张还可以带一个胃压 这样子你的黑鼠就非常快 随便的猫就抓不到你了 还有一件事 这个伸到三级的免疫控制和虚弱的力量被削了 这个东西要伸到三级才有用 还被削了 黑鼠能不能把这个技能伸到三级都是个问题 然后是被动的重做 身体强壮的步骑能够更快地从虚弱状态中恢复 难道策划就没发现哪里有矛盾吗 身体强壮被摸一下就死了 难道策划的身体就是这样强壮的 从这个被动的重做就可以看出策划压根就没打算加强黑鼠 它这个被动就是告诉你 你玩黑鼠的去死就可以了 它要是想加强完全可以把血量和恢复能力给加一下 它现在给你选出这么一个被动 就是告诉你黑鼠的玩法就是血鼠 然后靠复活之后的盾来玩 现在过来看一下这个被动 站起来的速度的确提升了很多 不过好像还是没有什么用 你想象一下你手上抓着一只老鼠去绑它 然后你就被剑客Jerry一个瓶子给打死了 所以这个被动有什么用呢 老鼠不还是会掉吗 除非这个被动再加强一下 被打死的时候手上老鼠不会掉落 现在黑鼠死得这么快这是什么意思啊 策划在暗室里赶紧去磕金 抽一个满旗的越挫越勇 孟敢快退休吧 招负老鼠风险很高